接下來我們要上的內容是 曾經考過的 考過好多幾遍 都問那個煙是什麼東西 我們平常會看到一些白白的煙 這個白白的煙是什麼 基本上它都是一些小液體或者是小固體 無色的氣體是看不見的 你看不見的空氣 你從小到大那裡沒有看到空氣過 所以你看不見的 所以能夠讓你看到的那個白白的煙 就是所謂的小液體或者是小固體 那哪來的小液體或者是小固體 熱水會冒煙 那熱水煙哪來的 我剛剛講過 它是小液體或小固體 所以它就是所謂的小水滴 那放來的小水滴 熱水會冒出水蒸氣 水蒸氣冒到空氣中 預冷凝結形成的小水滴 所以熱水的白煙 是熱水所蒸發的水蒸氣 凝結出來的小水滴 除了熱熱的水會有白煙之外 冷冷的冰也會有白煙 冷冷冰的附近也會有白煙 冷冷冰的白煙哪放來 哪裡放來 當然講白煙就是小水滴 這還夠冷水不會變成小冰塊 那小水滴哪來的小水滴 空氣中的水蒸氣接近冰塊的時候 遇了凝結的小水滴 所以這個小水滴的來源是空氣的水蒸氣 凝結出來的小水滴 熱水會冒煙 冰塊會冒煙 兩個煙有點不一樣 熱水的煙是往上冒的 因為它基本上溫度比較高 冰塊的煙是往下沉的 因為它基本上溫度會比較低 溫度會比較低 所以會不太一樣 熱水有冒煙 冰塊有冒煙 還有 雲 這個是學測考過的 我在地課是會強調 雲是什麼東西 雲是小水滴或小冰塊 如果天上夠了就是小冰塊 如果天上不夠了就是小水滴 那來源就是空氣的水蒸氣 升到天上之後凝結來了 目前我用國小的方法教你 叫做遇到天上遇冷凝結 實際上不是這樣 我地科的時候會告訴你 為什麼空氣上升的時候會變冷 然後會降溫 然後會凝結 但不論如何 那個雲就是小水滴 或者是小冰塊 哪裡來的 空氣的水蒸氣 凝結或者是凝固而來 這個有學測有考過類似的 就是冰水的外面 會有一些凝結出一個小水滴 小液滴出來 那那個小液滴是拿過來的 也是空氣中的水蒸氣凝結 空氣的水蒸氣 碰到了冷冷的杯壁 因為裝冰水 杯壁是冷的 然後浴了凝結出來 所以你那個冰水 裝冰塊的冰水 放一個水滴之後 外面會出現小水滴 空氣的水蒸氣凝結來了 這個學測考過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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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 也是考過的圖 就是舞台的白煙 我們說我們用乾冰 二氧化碳 去製造舞台的煙霧效果 那個煙霧是什麼 那個煙霧不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的氣體 是無色 你看不見 你看到煙還是小水滴 那後來的小水滴 也是空氣中的水蒸氣 凝結的 遇冷凝結 那為什麼會冷 是因為 是因為 冰塊要升華 乾冰要升華的時候 需要吸熱 所以熱量被吸走 所以溫度就下降 所以水蒸氣就凝結 變成了小水滴 這個也是考過的題目 問你那個乾冰所製造的煙霧 是哪來的 是什麼東西 是水蒸氣 空氣的水蒸氣 凝結出來的小水滴 凝結出來的小水滴 最後 就是冬天 冷冷的時候 嘴巴講話 噗噗噗噗噗黑噴 就噴出白煙出來 那那個白煙是什麼 那也一樣 這個小水滴 哪來的小水滴 從你嘴巴裡面吐出來 裡面的水蒸氣 遇到外面的冷空氣 所凝結出來的小水滴 嘴巴裡面吐氣的時候 在這個吐出來的氣裡面的水蒸氣 所凝結出來的小水滴 就是 以上 就是很多種 你看到的白煙 是什麼東西 是哪裡蹦來的 有一些都是曾經考過的 要請你了解 這些白煙怎麼回事 OK嗎 無人無人得也不 不過很好